黄鹤斑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内脏 经络 血管 出现了堵塞 出现了血瘀 处击在肝脏里面 它会表现面颊部的黑斑 如何巧化血瘀 曲色斑 当归头能够活血 调精 通脉 很好的治疗面部的色斑 方钊辉主任 现场教您曲斑妙招 通过刺激一定的部位来 能够促进面部的血液循环 起到活血 通脉 加快黑色素的代谢运行 所以这个斑就明显缓解了 健康大问诊 稍后精彩继续 内容马上开始 欢迎来到健康大问诊 有请主持人马莹 大家来问诊 健康不求人 各位好 欢迎收看 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 我是马莹 本节目由莲花清温胶囊赞助播出 质感冒 抗流感 莲花清温胶囊 各位电视新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 和实用的养生知识 我们首先欢迎来到现场的 健康妈妈团的成员 欢迎各位 欢迎团长陈启 大家好 陪妈妈们学习 为妈妈们服务 欢迎安徽著名歌唱家王海燕 欢迎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吴妍 大家好 我又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健康养生知识啦 今天一开场啊 大家看到啊 我这面前呢 摆了一个玩具 这个玩具呢 可不是简单的玩具 今天我们的主题啊 就是跟它啊 有一些关联的 有一些寓意的 我们先看看这个玩具是怎么玩的 把这球呢 放在最高端 然后它呢 就直接可以顺着这个轨道啊 滑行 滚到我们起始的位置 你们知道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吗 这个是不是说的排毒啊 砍码是你的毒素啊 从一根这个肠道里头直接排干净 所以这个管子是肠道 对啊 然后 马云刚才拿那个球就是 就是便便 就是各种毒素 不仅是这个你说的那个啊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 跟吴言说大同小异 因为这很明显是一个管道 对不对 血液在里面如果畅行无阻的话 人就很健康 如果毒起来了就完蛋 到底大家猜的对不对呢 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 让他来告诉我们 有请方昭辉 方主任 方昭辉 安徽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安徽省首届江淮明医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2项 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5项 擅长糖尿病 甲状腺疾病 骨质疏松症 色素斑 痛风性关节炎 违绝经期综合征等中西医结合诊治 欢迎方主任 您好 今天除了您在现场是一位男士 其他我们全是女士 这期节目真的就是 为我们女性朋友所开设的 一期特别的节目 莫非真的像吴言说的 这是排毒养颜 就是反正让我们变美 太好了 我觉得我来对了 我有生之年还有这个希望吗 而且跟这个道具是有关系的 那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要请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了 好 今天主要是讲我们脸上的色斑 我想这个话题 大家非常地感兴趣 这个色斑严重地影响了 我们的这个面貌 让我们女性感到非常地苦劳 我们中医在长期的 这个临床实验当中 积累了大量的治疗 面部色斑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 着重地谈一谈 我们脸上色斑的防治 和它的一些特点 那现在常见的脸上 会有什么样的色斑呢 实际上我们的色斑种类 是特别多的 我们有一个叫稳定型色斑 比如说我们有老年斑 雀斑 这些都是来叫稳定型的色斑 它长期不会发生改变 我们今天讲的更多的是 不稳定的色斑 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 就是有我们的干斑 干斑是什么东西 没听过呀 就是黄鹤斑 这是中年女性最害怕 出现在自己脸上的 是的 全体怕不怕 除此之外呢 还有晒斑 我们这个夏天 这个暴晒以后 尤其是脸上 对 不同的人呢 她这个反应不一样 这个马英跟吴妍 都有过这样的困扰啊 做香甜充 对 户外节目 引起的这个晒斑 对 那当然说到这个黄鹤斑 大部分的女性 都非常的关注 其实我们今天 请方春来啊 不是讲色斑 是讲去斑的 对吧 对 那么这个黄鹤斑呢 我刚才做了介绍 我们中医呢 转门把它称为叫 尼黑斑 或者是肝斑 主要常常建于 三十岁 或者三十五岁 因为三十五岁呢 之后女性的 这个生殖器官 有一个很积聚的 一个下降期 然后再到四十五岁 到五十岁之间的 这个女性呢 容易有黄鹤斑 在我们 心安一家的一本 著名的一集当中啊 叫一宗金剑 上面就提到 叫尼黑斑 初起的时候呢 色如成垢 然后呢 日久呢 黑似这个眉型 就是特别黑 然后枯岸不折 枯呢就是缺少什么 缺少我们的运则 大小不一 反正女的 如果脸上长斑的 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 比如说 在各种护肤品上 去找那些什么精华 但是那些精华 别看它都那么小瓶 可是很贵的 可是效果呢 还不一定好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 根植它的原因啊 是啊 脸上的这个色斑 往往是什么 是我们全身内在的一种 失调的一种表现 我们不能停留在 面部的这个表面 我们需要什么 内调外仰 这个色斑 它形成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那接着讲到 色斑形成的原因 就要用到我们今天 这样一个道具了 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个球 在这个轨道上面 我们这个轨道 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管 血管壁比较光滑 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 血小板 红细胞 甚至少量的脂肪 它都很容易怎么 在血管里面 你看 自由地流动 非常的通畅 能够到达我们 不同的部位 但如果比如说 这个地方出现了堵塞 那么我们的血液怎么样 流通到这个地方怎么样 就不再能够流到 我们这个部位了 如果在面部这个地方 或者内脏这个部位 那么怎么样 就会导致我们气血的淤赤 那么一些有毒的物质 它就会淤积在这个地方 排不出去 储气在肝脏里面 它会表现的什么 面颊部的黑斑 储存在肾脏 会出现我们眼圈发黑 如果是痞的这样一些 毒素排不出去 血流行不畅 那就会导致什么 我们的眼带下垂 脸上的斑呢 刚刚你也说了 有各种各样的斑 那比如像我们经常做 这个男生女生向前冲 户外太阳晒得比较多 它会长这个晒斑 我们怎么区分 我这个斑是太阳晒的呢 还是气质血雨导致的呢 主要第一个看外在表现 晒斑往往是整个脸上 它都是发暗 色素沉着的比较均匀 而我们气质血雨导致这个色斑呢 往往是在脸上不同的部位 出现面色的晦暗 离黑 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这个晦暗的部位 往往比较固定 比如说肝脏有气血于痴了 它会出现对称性的面颊部位 它有这个暗斑 同时我们要看看舌头 中医看舌头呢 舌质是比较紫的 舌头上面有一个个黑的这个暗斑 同时呢我们感到胸闷 部位比较固定 同时呢还有我们中医 描述叫肌肤假错 皮肤特别的粗糙 我们的指甲呢往往是偏暗的 没有光子 叫肌肤假错 这都是嘛 雨雪的表现 主任刚刚给我们介绍了 驱除面部黄鹤斑 去内调外仰 而黄鹤斑形成的内在原因 是气质血雨带来的色素堆积 那么如何调理血雨体质 达到驱斑的效果呢 今天之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如何化于驱斑 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话 回复关键词驱斑 就可以获取到专家知识点了 本节目由莲花轻温胶囊赞助播出 感冒流感 要早智别把感冒传给家人 接下来呢 大家会看到我们美人桌上呢 多了一些食物啊 有鸡蛋 还有一杯特殊的茶饮 我这面前也摆了两个 那这个鸡蛋 跟我们平时在家里煮的鸡蛋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先请大家品尝一下 阿姨们 你们先吃吃看 有一股中药的味道 那是什么中药能吃出来吗 应该有当归吧 当归 有些阿姨频频点头 说明阿姨平时挺注重 保养身体的 那这小小的鸡蛋 它跟我们平时吃的鸡蛋 有什么区别 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化于驱斑吗 我们想问一问方主任 是的 这个鸡蛋啊 它和普通的鸡蛋不同 我们放了两味中药 我们的这个色斑 主要是气质血液导致的 所以我们这个鸡蛋 主要是针对这个话语 发挥这样一个功效 所以里面主要是 加了两味中药 两味中药 是一个特殊的鸡蛋 那我们看阿姨猜的对不对 来 我们也请方主任 你给我们揭晓一下 到底里面加的是什么呢 阿姨猜了个当归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我们恭喜这个阿修阿姨 第一味药就是我们的当归 第二味药呢 就是我们的香腹 我分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当归啊 在我们中医的这个医书当中 都记载 它是我们的妇科肾药 就是妇科用的最多的一个药 它既能够来补血 又能够活血 还能够疏通我们的筋脉 对女性啊 这种血虚 面色尾黄 月筋不调 痛筋 以及产后导致的淤血啊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自古都可以采用当归 来进行治疗 同时呢 当归也是我们中医 使用最多的一种药物 我们中医讲归筋 它归哪些筋脉呢 肝 所以它对肝是有作用的 心呢 是齐滑在面 皮煮我们的肌肉 所以我们这个肌肉 是不是丰满呢 跟这个有关 我们这个当归 我们讲的是一个 片剂的影片当归 那么这是我们当归呢 切成片 我们就形容它叫影片 刚才我讲主要的功效啊 活血 调筋 通脉 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个通便 止痛 都是这样一个当归的 这样一个影片的作用 同时呢 我们这个百宝箱呢 你们还装着一个宝物呢 就是你看 整个一个当归的 这样一个形状 这个地方非常形象 叫当归头 当归头的作用什么呢 它能够什么 能够对我们上行的 这样一个血脉 有一个很好的通脉作用 所以我们这个当归头 它就上 能够很好的治疗 面部的这个色斑 那么我们还有呢 当归身 你看这个当归 整个的这个主干 它主要什么 羊血 中手 我们有胸闷 胀痛 我们有冠淫病的 有鱼血 在我们的胸肋部 往往用这个当归身 还有我们的当归尾呢 也就叫当归烧 它主要可以是 聊一些女性的 月经的不调 经血里面 有很多的血块 它能够什么 能够破鱼 饮血下血 把我们的血液 运行到下端 还有我们比如冬天 手脚冰凉 可以通过吃这个当归尾 或者叫当归烧 所以整个的 我们一到来吃的话 就起到一个 全身的一个 活血化鱼 通畅我们气机的作用 那还有这个是 第二位叫香腹 它的作用性比较平一些 它主要归筋呢 是在我们的肝筋 对舒畅我们的气血 有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这个古人曾经讲过 香腹它有什么呢 有酥肝行气 改善我们的肝气欲结 同时有推墙走壁之功 所以这个香腹呢 在自古至今 有一个治疗某一种疾病 非常好的治疗的效果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就是治疗女性 经前期的乳房的胀痛 现在好多年轻的女性啊 你看 因为挑食 是有这种 精神压力特别大 顺源不好 月经来之前 乳房特别胀痛 一味香腹 有特别好的效果 所以实际上当归 配上我们的这个香腹的话 有人形容是改善血育的 黄金搭档 所以这个鸡蛋 就是用这个黄金搭档 来煮的是吗 是的 是的 那具体应该用多少呢 我们一般这个用量呢 当归是用到了15克 香腹呢 是用到10克 一般我们用两个鸡蛋 我们具体的用法呢 就是先把当归和香腹 还有我们的鸡蛋呢 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呢 加入适量的水 把它浸没 然后用大火烧开以后呢 大约煮10分钟 这样可以使我们蛋白质 有很好的凝固 我们都知道 我们蛋黄里面含的 胆固醇含量 一个鸡蛋 大概是400毫克 而我们一天 胆固醇需求 整体的这个量呢 是700毫克 所以我们选择了两个鸡蛋 鸡蛋煮熟以后 我们迅速把它放到凉水冷却 然后再把蛋壳剥去 剥开以后呢 再放到我们什么 中药这个汤液里面 进行这个煎煮 这时候就要用小火煎煮了 刚才我讲大火 我们中医称为叫五火 那么用小火呢 我们叫纹火 用纹火呢 再煎煮大约10分钟 然后我们把它晾到以后呢 不烫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如果我们加了这个中药以后呢 我们一般来讲 没有血鱼的人 那我们不一定要吃 这样的一个食物了 否则你要是长期吃 我指的是长期吃啊 可能有 有些人会出现牙龈出血啊 大便里面带血啊 对吧 这可能有禁忌 但是这种情况特别少 我刚才我讲了 脸上面色晦暗 舌头上有色斑 胸鞋疼痛啊 还有我们肌肤夹挫 这些人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一天吃一次啊 甚至吃两颗都是可以的 如果对那些特别严重 比如说月经里面血块特别多 这个下肤冷痛 面色特别晦暗的啊 包括口唇都发紫的 这些女性的话 面部色斑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跟这个汤汁啊 一道喝掉 不光是吃鸡蛋了 汤汁也可以喝 把这个汤液一道喝掉 增加我们活血化鱼的作用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宝箱 还有第二个宝箱 这个又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看到 我们每个人的桌子上 都有一杯淡黄色的茶 实际上是个茶 我们中医也善于运用什么 茶饮的方式 刚刚我看到几位已经在品尝了 怎么这个面部表情不是很好啊 好酸啊 有一种酸的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那你有山楂 你能猜到 山楂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几位药 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单森 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这个 主题当中记载了 还有其他的名字 就是我们的山森 红森 古人有记载叫 一味单森 共同四物 这个四物是四味中药 有非常好的 补血 调精 养颜 强身的作用 单森呢 尤其是嘛 有人把它做成我们的单森片 单森的这样一个胶囊 或者低丸 能够治疗我们一些心脏疾病 比如说胸鞋 胀闷啊 疼痛啊 主要是利用了我们单森入心筋 可以起到 活血化于通脉 这样一个调精的作用 心住血脉 齐滑在面 就心脏主要的表现啊 它的功能好不好 主要是通过我们面部来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把心养好了 气血通畅了 我们的面色自然就红润 这是第一位药物 第二位药物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山楂 山楂 都喝出来了 酸主要是因为太酸了 有时候还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色的感觉 这里面就是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柔酸 有一些什么 我们叫阿维酸 都是可以起到 抗血药板聚集的作用 所以它能够什么 能够起到一个 活血化鱼的作用 第三位药呢 就是我们的百合 尤其是我们秋季 空气当中比较干燥 我们讲的可以起到一个 养阴润肺 清新出烦的作用 那这三种药 分别要用量是多少呢 首先我们的单身的用量 是六克 山楂的用量是五克 百合它也是属于 我们的什么 叫药室同源 既可以做药中药 也可以做我们的食品来吃 因为我们菜市场也都卖的 所以它的量可以大点 用到十克 就把它们放在一起 煮好了就可以了 对对对 起到一个养颜 这个通卖的这个效果 好 那我们也提醒各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缓解血瘀的代茶饮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回复关键字茶饮 就可以获取到更多的详情了 肾虚 皮虚 气虚 喝虫草双身酒 本栏目由虫草双身酒赞助播出 好 谢谢啊 刚刚呢 方主任给我们带来了 这两款又是让我们吃了当归蛋 又是让我们饮了单身百合饮 这是从内部调离我们的体质 那您刚刚也说了啊 我们除了内调之外还要外养 对 外养也很重要 所以我先问问我们的三位嘉宾 平时你们是怎么通过 外部保养的方法来去斑的呢 我先说 那么因为首先想到的 就是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什么美白去斑的一些产品 包括护肤品啊 精华啊 面膜等等 然后也就是使用一些高科技手段 比如说那个什么皮秒啊 激光啊 对 我觉得都可以达到 可能不会说是根除 但最起码它可以暂时会保持一段时间 让你脸上无斑 我是听说过两种水果去斑法 第一种是柠檬 就据说可以用那个柠檬汁 直接抹在有斑的地方 长期坚持这个斑就会被去掉 另外一个是苹果 就把苹果用那个研磨机把它磨成苹果泥 然后直接敷到脸上 据说跟那个 那个柠檬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我没有什么方法 我顺其自然 我倒只知道美白去斑 我还真没试过方主任 您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 外部的保养的好方法呢 我觉得刚才三位老师都介绍了 或者根据他们的经验 或者听到别人说的一些 美白养颜的方法 有人做了这个严格的这个对照以后 发现这些水果啊 局部的美容养颜 它并不靠谱啊 我们一些可以改变的色斑 主要是我们络氨酸酶的改变 所以实际上我们面部很多的这样一些 外肤的话 我们应该要增加一些 比如说具有扩张血管 能够疏通我们的筋脉 或者能够增加透皮吸收的这些方法 所以今天呢 我也给大家带来了 两种我们外用的这个 美白养的这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看 好 我们来看一看方主任带来的是什么 肾虚 皮虚 气虚 喝虫草双生酒 本栏目由虫草双生酒赞助播出 这个有点太丰富了 我也不知道这些还有模型 这些都是什么样的这个去办的方法呀 好 第一种方法我来介绍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模型都知道 是什么 耳朵 实际上我们中医还有一种治疗疾病 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的整体耳朵上面的一些穴位 来进行治疗 现在研究发现什么 我们的耳朵啊 它正向我们一个倒立的人体 我们下面这些部位 往往是我们人体的上端 比如说我们头面部在这个部位 所以你看我们的躯干往是在中间 我们的下肢往是在耳的上缘 所以我们通过刺激一定的部位来 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的耳垂前 你看耳垂前这个部位 我们通过手的按压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已经做好的 这个王部流行 大家可以看看啊 非常小的一个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子呢怎么样 放置在我们的耳鞋部位上面啊 非常小 正好和我们人体的穴位保持一致 你看我们放在这个局部的这个部位啊 比如说这是我们舌头 可以进行按压 进行按压 这个按压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一个我们的耳朵 和我们的颜面很近 一按以后 这个刺激很强很痛啊 我们中医也讲啊是学 就是啊是的是的啊 是这个学啊是的是的啊 按得准不准的啊 一按以后怎么样 一痛以后啊 它就能刺激啊 有时候我们资压力 A资压力 通过运动我们的面部肌肉啊 能够促进面部的血液循环 所以这样一个血液循环 同时刺激在不同的血位 你看像我们还有这个部位 你看这是肝的部位 这是皮的部位 我们放在肝这个部位 就可以酥肝拟气啊 治疗我们一些肝瘀 如果在皮的部位呢 皮主肌肉啊 我们肌肉就脸上很饱满 刚才我讲了啊 不至于面部肌肉松弛 塌陷啊 皱褶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可以放在我们这个皮的部位 另外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肺的部位 按压在肺的部位 肺主皮毛啊 对我们这个毛发浓密啊 这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我们这个美容的这样一个方法啊 对面部啊 比较什么红润啊 白里透红 所以可以在这些血位 这些血位要一直贴着吗 贴多久啊 一般我们最常可以贴一周 如果不潮湿的话 可以贴一周 每天呢可以早晚按摩 就一直贴在上面 然后每天按 按摩十次到三十次都可以 然后按压 所以从面部来讲的话 肌部啊 那可以刺激我们不同的筋络 起到来 活血 通脉 还能够呢 改善我们什么 一个黑色素的这样一个 沉积的这样一个代谢 加快它的代谢运行 所以这个斑呢 就明显缓解了 所以这个耳穴埋痘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 主要机制也比较明确了 好 那就是第一个方法就是耳穴埋痘 还有一个方法呢 是在这个宝箱里的啊 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请我们三位嘉宾 以及我们妈妈谈的啊 各位阿姨们 也可以都发挥我们的这个想象 来猜一下 猜一下好不好 主持人 您端起来 给我们看一眼 对 给点吃 这个 对 这是已经 我知道了 这个很像我这样在家 做那个五股杂粮糊啊 这不就粥吗 对啊 就早上就拿各种五股杂粮 把它那个打成粉 然后混到一起 早上吃特别好 有点稠 我觉得还能加点水 阿姨们觉得是什么呢 五股杂粮糊 是不是杂粮糊 是不是 都觉得是杂粮糊 都点头 都觉得是 接下来我来打开 这个百宝箱来揭秘一下 第一位是我们这个白竹 这个白竹呢 可以做成面膜的这样一个药 这样一个可以做成面膜啊 我们可以请一位嘉宾上来试一试 无言嘛 无言最爱漂亮了 好好 我来试一下味道 好不好吃 那个方主人都已经说了面膜 可以做成面膜啊 也可以在手上刷一刷 太爱吃了 这样吧 我们现在手上试一下吧 因为今天脸上有妆 淡一点啊 就把它均匀地抹开 那它现在已经涂好了之后 是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啊 对 我们通过药物 它的均匀的这样一个透皮吸收 发挥我们这样一个疏通血脉 我们这样一个渗透的作用 一般来说是15分钟 那我去坐会儿 那你带着这个手别动啊 然后去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说 这里面的这些配方到底是什么 好的 刚才我们介绍了 第一位药是白竹 第二位药呢就是我们的白勺 你看 又是一个白子 第三位药呢是我们的什么 白纸 三白 这段我上次告诉大家 是我们中医啊 非常好的一个骨方 实际上这个酒药 我们看到白竹啊 它主要作用是什么 它是偏补的啊 对那些电容比较晦暗 女性特别胖冷的啊 到了冬季四肢不温 嗯 这个有公寒的表现 它能够起到补气 羊血的作用啊 它或许也是第二位的 它能够怎么样来 美白我们的肌肤 尤其对我们秋季啊 面部比较干燥 比较的这个不适应 干性皮肤的 用这个白煮效果特别好 所以可以用呢什么 我们的气血啊 不足 虚寒所导致的 皮肤的尾黄粗糙 这种呢什么黄河斑 这个古籍啊 叫药性论当中有记载 这个药啊 它煮面光锐 助眼去斑 我们现在也研究发现了 它能够怎么样来 能够扩张我们的血管 同时来能够增强 我们机体的免疫功能啊 发挥我们怎么样 美白养容的作用 第二位药物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 白烧 白烧还有一个 大家非常熟悉的赤烧啊 这个烧药 也是我们这个道地药材 武则天 杨贵妃 他们都是对这个烧药啊 情有都中 白烧也是通过养血 来治疗我们什么 面色伪黄 我们经常讲 面色发黄 就是气血不足的 这一类人群 我觉得尤其对我们 那个女性产后啊 面色的迅速的康复 有非常好的效果 它能够补血调精 第三位药呢 就是白纸啊 大家可能熟悉的药 伤得少一点 实际上白纸这个药呢 它也是一个 药室同源的药 我们通过这个尖 也可以通过我们针 做很好的这个食材 那么现在就研究发现 它可以什么 起到一个阵痛 解热的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对我们一些 女性的痛经啊 甚至是不光去斑啊 对脸上有这个搓疮 后背有搓疮 还有甚至有些人 面部或者是 我们其他部位 长的那个带状泡疹啊 它都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我们那个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啊 她将我们这个白纸 可以什么 可以长肌肤 同时来运则我们的颜色 可以做成面纸 这个面纸是吧 就是可以做我们 脸上涂的这种 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膜膏 那时候就说 可以在脸上这样 对 所以历代一家呢 都喜欢把它做一种 很好的美容药物 那像这三款 我们怎么来做成 这个面膜呢 刚才我们做了 也是把这个三款药呢 均匀等量地打成粉 打成粉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不是什么 普通的这个水 我们呢 主要用这个蜂蜜 蜂蜜来调肤 为什么用蜂蜜呢 蜂蜜有保湿的作用 同时呢 能够使我们这个药液 不至于松散 所以它能够粘着 在我们的面部 可以均匀地分布在面部 我们无言看看 你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差不多时间 有十几分钟了吧 这样 我们这儿有这个纸巾 你可以来擦一下 我们也看一下 比较一下左右手 有没有什么变化 果然白了一大片 你现在有点王婆卖瓜呀 就是微微是感觉白了一些 它是跟我左右手 对比的话 我感觉这个敷过面膜的地方 会变得软软滑滑的 就是触摸的感觉 会不一样 水润 对对对 至少给一种 很好的心理感觉 对吧 对 你会回去再不 把苹果抹在脸上了 另外我们很多的 这个外敷的这些 往往它因为 阻隔了皮肤和外界的接触 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所以包括我们这个白纸 可以阵痛 可以消炎 可以杀菌子 本身它自带光芒 长点什么粉刺啊 闭口啊 小痘啊 都可以 而且能够呢 可以把我们痘印去除 一会儿我们打当机器 主任我想问一下 是每天都可以用吗 是啊 每天都能用 每天用过十到十五分钟 十到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 我记得是三白了 回去就试试 好 谢谢方主任 谢谢 谢谢吴妍 谢谢 肾虚 皮虚 气虚 喝虫草双生酒 本栏目由虫草双生酒赞助播出 健康大问诊 稍后精彩继续 感谢方主任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 巧化血淤 去色斑的一些好方法 再次感谢 来到现场的 健康妈妈团的成员 和我们的三位嘉宾 谢谢大家 大家来问诊 健康不求人 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 9点20锁定安徽卫视 关注健康大问诊 如果您还没有记清楚 我们本期的内容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 二维码 关注微信公众号 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 和实用的养生知识 我们本期节目 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